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职能力是台湾很重要的实力 台北市政府今年首度举办首都杯国际技能竞赛 5月21号到23号在南港高宫举办 邀请9个国家共20支队伍 国内外计职好手一同切磋 竞赛将分7个职业 彰显北市对计职教育的重视 其实这个想法早在我当时竞选市场的时候 到去年我们一上任 就非常希望 不只是让我们在台湾优秀 技职体系的同学 能够展现各位的实力 让世界看到 另一方面也希望透过 首都杯国际技能竞赛 能够跟国际接轨 能够去学习国际 他们优秀的地方 他们的长处 能够彼此之间交流 学习 接近 创造双鸣 所以我一直很强调 为什么要办首都杯国际技能竞赛 我想不只是全国 我们希望跟国际这些好手 一起切磋 有很重要的两个理念 第一个 其实我认为台湾很重要的实力 就是在 我们的技职教育体系 所培养出来的人才 刚看到这个影片 其实 非常的感动 这几个画面看到 我们这些优秀的技职同学 不管在哪一个 领域里面 大家 其实 是不断推动台湾很多产业 世界往前迈进 能够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很重要的动力 跟基础 所以 希望不断地加强我们的技职教育 绝对不只是嘴巴上说说而已 实际的行动 让孩子们 让优秀的人才与国际交流 第二 我认为 投资我们的下一代 就是投资台北的未来 所以在很多市政推动上面 我常常跟教育局沟通讨论 我们愿意花很多的时间 精力 预算 在很多教育 政策的推动上 而 加强 并且强化我们的技职教育 是很重要的一环 也因此 我们在今年即将成立技职教育科 我们希望由一个专责 组责的单位 全面推动技职教育 希望能够 不只是改善相关实习的场域 加强产业的合作 我想 这些 我们都可以全面来推动 另一方面 在从去年到今年 我路路续续参加了很多 我们高职学校 所成立的技术教学中心 目前 11间 我参与的 我了解的就有包括 自动化 空调 节能 还有IoT 机器人 电动车 还有包括大恩高工 我参加是全国首创 科技创新的 技术教学中心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大力的培养 我们非常优秀 具有台湾实力 根据竞争力的 气质 人才 所以很高兴 我们在5月21到24号 将邀请 来自世界各地 各个国家 优秀的好手 跟我们的国首一起 同场竞技 以计 会友 我了解就包括有法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还有印尼 阿博联合大公国 等等 我想 不只是让我 优秀的同学 展现他们的技能 更重要 我希望能够跟国际 这些优秀的人才 也培养好的情仪 未来 同学们毕业之后 进入职场 或进入产业 还是可以维持这份关系 让台湾 可以跟国际 这些优秀的好手 未来他们也可能到 这些大的企业 大的产业 那我们持续的交流合作 我想让台湾相关的产业 能够持续的往前迈进 竞赛规划冷冻空调 冷座 造源景观 电子 商务软体设计 工业机械 及汽车板金 七个不同领域的职类 角逐第一名选手 可以获得20万元 第二名10万元 第三名6万元 这个活动 应该是讲 国第一次 正式办理的 国际技能邀请赛 所以我们在1993年 包括国际技能竞赛 但是 这种国际邀请赛 是我们第一次 这也是创纪录的第一次 所以 在这里除了表达 我们的敬佩跟感谢之外 有点遗憾 要是早四十年办就好了 因为四十年前 不是从大安高峰 板金丘毕业 我也是国手 就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选手要好好地 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跟世界各国的一个好手 一同同场竞技 展现你们的技能 我想 台湾的技职教育 在国际上 也是算是非常有名的 尤其我们台北市 是首善之都 我们在技职教育方面努力 要能够透过这一次的竞赛 能够让世界 这些国家了解到 我们技职教育的一个成果 最后 代表我们所有选手跟裁判 要感谢我们 朗朗高峰 刘美会校长这边 刘下长的办事真的是拼命散狼 我们的赖群组每天 校长会投很多的一个资讯 对紧迫丁人 对每一个裁判 和紧迫丁人相关的资料等等 那也很努力地 邀请到我们很多的 企业界的朋友 来赞助这一次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 这只是第一届 也是一个企图 我们这次办七个职类 那我们希望下次能够办更多的职位 让更多的选手 更多国家的好手 能够到我们台北来同场竞技 竞赛活动 获得了丰富资源益助 有49家科大及企业支持 赞助或借用相关机具设备与材料 奖金价值超过700万元 展现台湾企业界 对选手的支持与重视 记者温峻台北报告 一 掌声国立下 舞台上精彩的魔术表演 让台下大小朋友 看得津津有味 大同区公所在建城公园 举办同在一起 秋海嗨亲子野餐日活动 吸引许多爸妈 带着小朋友 一起来参加 现场除了安排各种表演 轮番登场 还特别与赤峰街商圈店家合作 几张游戏 拉近店家与社区民众的距离 我们这次是我们当驰公所在我们建城公园 这边办理的 我们在一起 秀嗨嗨的亲子野餐日活动 那我们这次的活动 其实就是希望透过我们 亲子活动的这个方式 让我们的亲子都能够认识我们 赤峰街商圈 也认识我们的大同在地的一些人文风貌 那也透过这个活动 那我们也会跟我们赤峰街的这个商圈 有一种集点奇商这个活动 希望就是透过这个活动能够带动大家 去认识我们的赤峰商圈 也透过这个活动 拉近我们的亲子野餐日 临近建城公园的赤峰街 近年来逐渐转型成充满特色的文艺商圈 而建城公园在1937年日治时期 便规划为台湾首座儿童公园 透过举办亲子野餐日 让逛街的民众都能到公园走走 席地而坐享受欢乐的气氛 今天是我们就是大同区公所第一次举办这个亲子野餐日 那我觉得像这种活动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它可以在这个假日的时候啊 在公园可以跟爸妈还有跟小朋友有个互动 其实最重要的是 由这种公家单位来办这个野餐日 其实最主要是透过这样轻松的接触 然后进而了解我们的地方 爸爸妈妈跟小朋友的需求 所以我想这种活动呢 应该都要永续地继续办下去 那我们也会大力支持 我们这个活动的话 所以刚才说的就是吉章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透过我们这次四公街八间的商家 那我们透过吉典的方式 这是我们的一些高级的好礼 那我们也透过现场的活动 那透过呆动的一些同样的活动 那我们亲子之间可以透过活动 然后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然后也透过活动来就是助进我们 像是在西战人口政策宣导这个部分的推动和推广 其实就是刚好我们这边有律订 然后时间刚好是抓在我们儿童节之前 就想说透过这个时间 透过这个地点 然后让大家能够一起 大家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玩 一起来共享我们这个场地 跟我们这边的朋友一起 现场还安排了团康活动 弹珠台等游戏 欢乐的野餐日活动 不仅让亲子享受悠闲的午后时光 更加深民众对社区的情感连结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男女舞者优美的舞姿身段展现力与美的结合 3月30日将在台北小巨蛋登场的2024舞王世界公开赛 参赛阵容南瓜世界30国超过800位精英舞者 更有世界前24强的职业好手报名 精彩绝伦令人拭目以待 是我们其实非常支持我们国内这个运动舞蹈的这个项目的一个推动 所以过去几年我们持续来支持我们这个台湾体育运动舞蹈发展协会来举办这个舞王世界公开赛 那今年呢这个非常开心他又重回小巨蛋来举办 而且有30个国家800位的选手来参加 还有我们这个全世界排名前24的选手都能够来参加 那这次的比赛除了有各国的好手来参加之外呢 我还了解还有世界这个拉丁舞跟摩登舞前两名的选手 都能够来通场经济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 让世界看到台北市也看到台湾 那所以呢我在这边也特别的肯定 这次筹办单位的一个规划 未来呢我会持续来支持 当然我们也希望刚刚这个筹办单位的心愿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可以有一天实现前进大巨蛋 这个我们会来全力来协助跟鼓励 让这个国标舞的风气呢在基层扎根 当天活动特别规划舞王巨星秀节目 届时在台北就能看到欧洲黑池等级的高水准世界大赛 台湾体育运动舞蹈发展协会推广舞蹈运动 希望有朝一日能跳进大巨蛋 让跳舞也能像棒球一样受到更多关注 刚好前两三年我们疫情的关系 所以小鸡蛋这个舞王世界争霸赛就停办了 那也是世界性的因素这个疫情 那我们长期以来对于世界舞王争霸赛这个活动 那我们是非常尽心尽力来给伴 那也是得到台北市政府体育局的支持 那所有的台北市的市议会的议员 也非常喜欢这项的一个舞蹈活动 那所以每年我们会提供所有的议员 透过里长给市民来参与舞王世界公开赛这项的活动 那舞王这个代表的是 我们邀请世界最顶尖的舞者 就是世界前两名的舞者 每年一定会来到小鸡蛋来表演跟参赛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 那当然每一次也是要邀请有30个国家 800名的选手来台湾 那相信台北有这么棒的一个小鸡蛋 那我们办起来会让台北市更有活力 在运动推展上 国标舞是真的是受市民最喜欢的一项运动 人数上的话就是因为世界性的活动非常多 那我们每年大概就议计在这个人数大概是800位 那当然就是如果是我刚刚说的世界性的一个活动非常活耀 所以像同时间可能中国大陆还有其他国家同时在举行 所以我们在前一年都一定会积极的邀请这世界的好手来台湾 那当然这个选手推展上 从小学生大学生国中生这些的年龄层个年龄层都发展的非常多 但是因为活动刚刚说活动非常多 那活动的一天的时间要容纳到超过这么多的人数是没有办法完成 那势必会变成两天的活动 但是这样两天的活动对京卫是没有办法自应的 所以我们希望控制大概800名左右的选手 30个国家来台湾比赛 如果国别阿武有一天能进入大忌惮 当然我是希望第一个进入 把他国别阿武带到大忌惮 但我想这个是梦想 但是梦想我想有一天说不定就会成真 那国别阿武那时候就会像棒球 国球这么轰迷每一次进场就这么多人的观众 体育局希望透过高水准运动竞赛 让台湾国标选手们以舞会友 提升个人技术水准 同时促进城市交流与国际曝光率 让国标舞赛事能要上大舞台继续发光发热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导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徐一珍 拿出特制的王美花烘焙方讽刺 4月电价确定调涨 经济部却制作图卡指称 对消费产业调幅细致 各以烘焙方为例 表示每月用电700度以下 每天电费仅会增加2元 对此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痛批 经济部已经成为诈骗集团 党团书记长洪梦凯表示 现在国际原油价格都已经下降 经济部却以此为借口涨电价 还制作图卡呼嚨人民 洪梦凯要求王美花应该为此向人民道歉 经济部已经不是发展国内经济的火车头 而变成是作图呼嚨的影印机 所以我们真的要问 经济部部长 要不要针对这样的一个作图呼嚨人民 来向全国人民道歉 还有更重要的是 现在4次调涨之后 民进党政府2016年到2024年的民进党政府 蔡英文政府已经是史上 电价调涨最高的政府 特别收访选区面包店烘焙方 查询的许一真与罗志强 也奉执王美花又创了一个 无电烘焙的奇迹 520后可以进军烘焙界 民进党执政8年 电价已经调涨了4次 民生用电的帐幅累积35% 工业用电的帐幅累积45% 导致物家班长 现在还鬼扯说 这个面包房用电 不会超过700度电 是把我们的国民 都当做三岁小孩在骗吗 依照他们现在看到的 电价调涨公式 一个月门市费大概是多2500元 工厂一个月要多3000元 这还是在没有跟你算夏季店价 所以真的是烘焙房人心惶惶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无电烘焙王美花 准备进军烘焙市场啊 依照无电烘焙王美花的这种方式 它基本上每月的电费省这么多 它可以扫平全台湾所有的烘焙房 没有一家活得下来 张家俊则以中油卖天然气 给台电贵两倍为例 批评是向全民卡油 家里曾开过早餐店的徐晓鑫 除了为300万民租屋族发声 也质疑制作图卡洗脑民众的 经济部官员根本是生活在平行时空 中油卖台电的天然气价格 是给一般用户的两倍 所以这个经济部左手卖右手 然后向全民卡油叫全民买单 这样对吗 完全是不合理 所以呢 请民进党政府不要再用划片的手法 来欺骗一般的老百姓 在这里要呼吁 经济部立刻将这一张 说谎脑补平行时空的图卡下架 不要透过假讯息来欺骗国人 不要透过假讯息 对国人进行认知作战 烘焙坊已经打脸了 拉面店也涨价了 到底还要多少店家出来打脸 今天经济部才愿意收回臣命 收回你们口中的谎言 立法院杨琼因怒批经济部 比扯铃还扯干话连篇 至于9月审议委员会 会不会又要调涨店价 李燕秀也批评民进党政府错误的人员政策 造成物价上涨 却要国人用爱发电 根本就是薪水小偷 政府告诉我们 十年不会大涨 跳票 跳票 再跳票 而且是史上最混乱的调涨政策 所以我要预言 9月份 省议委员会会不会再调涨 请政府告诉我们 现在台电到今年年底 就是负债4000亿 如果能源政策不调整 背后付出的 就是要人民用爱发电 牺牲人民的健康 到最后就是民进党所讲的 用这个烘焙来发电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进党政府真的是要深刻检讨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在台北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温德 工务局长黄一平 环保局长徐世勋及卫工处长陈培佳等人共同接牌下 内湖污水处理厂 顺利获得环境教育场所认证 小朋友迫不及待进入室内体验这些互动游戏设施 花费百万 历经两年努力 每天处理20万吨生活污水的内湖处理厂 化身为环境教育设施场域 以翻转教室及探索学习为理念打造 希望透过互动影音游戏体验及有趣的导览说明 让爱水护水的观念向下扎根 我们台北市民每天所产生的污水 是要经过收集 还有很繁复的处理流程 才能把污水处理得干净 才排到河川 回收到大自然 所以我们希望所有市民朋友都知道 这水资源是非常珍贵 所以我们才极力的去争取探足迹的认证 跟环境教育场子的认证 然后来落实的推广 让这个教育可以从小扎根 让我们台北市甚至各县市的学生 都可以透过环境场域的认识 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去做好永续循环 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不管是水体的污染量把它降低 减少这个制程中的所有的碳排 甚至我们还有一些好的副产品给产注 这一个都是一个让我们在座的各位小朋友呢 可以从这个实际上的经验去认识到 我们怎么样爱护地球 怎么样在这过程中生活中 我们让我们所有的行为 对地球的伤害尽量降到最低 小朋友一站上去 萤幕就会出现该种营业场所的污水 如何收集到污水场 还有用手点选萤幕 就可以看到生活中使用过的脏水 到底跑到哪去 我们上厕所啊 或者是我们洗菜洗碗 那洗剩下的这些脏的水 或者是不干净的水 那会流到哪里 那我们主要的第一个互动 就是跟大家讲平常生活中用到的水 可以流去哪里 那像这个部分呢 就是类似于我们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事业用水 像是我们餐厅啊 或者是我们洗车场啊 或者是像是我们的一些大卖场 这些用下来剩下的水 那会流到哪里 那它可能会 里面会有哪一些成分 那就由我们的这个 第二个的互动设施 来跟大家做介绍 威公处还设计了 可爱讨喜的吉祥物娃娃 透过动画带领小朋友了解 污水场如何让污水变干净 甚至还推出实体的小布偶 送给小朋友作为鼓励 因为我们是以前传统的 环境教育就是用书本 然后用宣导的方式 那我们认为这样的方式 比较生硬啊 所以我们就导入 互动式的多媒体设施 还有一些影像 像是我们做了一个 史威奇的吉祥物 那个就是 Sewage就是污水 它做成吉祥物 那吉祥物我们做成小布偶 那小朋友如果来这边 常常可以送给他 一只小布偶带回去 他会有更有感觉 更有认知之后 可以把这个认知化成为行动 来落实到每天日常生活里面 这样活泼有趣的环境教育方式 也让小朋友收获满满 愿意当宣导环保的小尖兵 学到了原来污水处理厂 处理那么多东西 几乎快处理了 我们生活中每天都会看到的东西 因为我很喜欢海洋 所以我回去都看到水漏着 我都会把它关紧 洗米的水我也都会拿去浇花 除了落实环境教育 微工处也持续进行污水监管工程 希望台北市污水监管率 在民国121年能达到90%以上 还有在民国116年 让污水厂达到三级处理目标 处理过的水 甚至可以比基隆河水更为干净 目前台北市的污水处理 大部分都是二级处理 还有一部分是送到巴黎厂 只有初级处理就排到台湾海峡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提升 整体三级处理的比率 三级处理就是比二级处理还要更好 那这样的水质可以对河川更友善 甚至可以在基隆河 在枯水期 可以补助河川的激流量 部分可以回收到市区 来给市民朋友来做合收使用 这样就可以降低对这台水的依赖 这样不是对环境更友善更永续吗 购物局长黄一平表示 全国目前77座民生污水处理厂中 有17座具有环境交易场所认证 有5座取得碳足基标签认证 台北市迪化及内湖污水处理厂 两项认证都有 内湖污水处理厂更是全国碳排放量最低的 二级污水处理厂 台北市将持续推动节能减碳 为2050净零碳排贡献心力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集结束 这下不咯 走走 下不咯 走咯 美食好环境 毛海好亲近 绿光创意董事长吴念珍 与明华原总团当家台著孙翠凤 两人合拍影片 为两大剧团即将推出的 押戒与散戏进行宣传 记者会上还现场挑战 双方作品的精彩角色 孙翠凤先饰演自己在散戏中 饰演的包青天 接着帮吴念珍贴上月牙 加上染口胡子一秒便包弓 这样也可以拉着胡须 对然后走出来 你这个包袋会比较老婆 吴念珍贴上月牙 贵河头挡炸 炸 好啊 孙翠凤则是挑战饰演美女爬首 由吴念珍饰演陈克 两人搭档现场即兴忽标演技 笑翻全场 压介菜鸟警察VS老扒手 改编自台湾幽默文学大师 段彩华先生的短篇小说 九年前以舞台剧形式上演后 叫好又叫做 今年特别找回金钟南配角 黄迪扬饰演菜鸟警察 与喜剧天王唐从盛饰演老扒手 展开一场绝无冷场的斗志 车厢内上演各色人性 反映台湾560年代社会缩影 很多人都以为说 你跳的应该都是台语的 不是啊 段彩华先生是外省籍的 但他写的是台湾的故事 而且写的是民国五六十年代 那样的背景里面 一个警察压着一个扒手 从高雄到台北来受审 这个过程充满喜剧 而且整个故事发生在火车里面 所以我对我来讲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候在中营的时候 曾经一度说把这个改编成电影 那台湾铁路局反对 他不借啊 因为他说火车里面没有扒手 还有里面有那个吃便当西斯 他把他往车外丢 他说影响环境卫生 再来就是车站是机密 所以那个案子就搁置了 搁置的时候但是一直放在我心里面 所以后来人间系列 那个台湾文学系列要改的时候 第二步我想到就是 压界 因为我觉得是太好玩了 蛮有趣的一个故事 我心目中的偶像吴念诚导演 我一直想能够有机会认识他 或者一起合作吗 居然都没有这个机会 但是没有想到我们这一次 两部文学跨界作品 居然让我们连结在一起 两个公司 两个剧团 还有包括我们的导演 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演员行政单位 我们以后往后 听说还要继续的交流 那这一次只是套票 我们套在一起 后面听说演员交流 然后很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在剧团上 在剧场上的交流 善系则是改编高中课本 都曾读过片段的洪醒福先生 得奖同名短篇小说 以喜剧元素重塑原著 借由台上台下虚实交错的习中系 带出民国五六年代 台湾歌仔系受到影视产业冲击的现实 我们为什么会演 是因为我的小女儿陈昭贤 她在高中读到这个短篇小说 然后她就跟她爸爸讲 爸爸我们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演这出戏 因为她在讲的是 歌仔戏在五零年代六零年代 那个环境我们没落了 但是我们的职人 面对大环境的改变 我们怎么样求生存 当我们生存不下去的时候 就像洪醒福写的 剧团解散 所以它是一部悲情的一个戏剧 在戏里面是看不到明天 但是经过陈胜虎先生 跟我们黄志凯导演 他们两位在思考 现在的社会氛围 不要再那么悲情 让大家心情看戏进剧场 花钱来看戏 还是要给他心灵上 除了有一些启发以外 要让大家有欢喜心 所有里面的故事情节 全部都是真实歌仔戏的职人发生的问题 所以是一部 这部是笑笑笑笑 笑到最后眼泪会掉下来 这部是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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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大笑 所以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欢乐还喜心 但是要面对苦难的时候 我们也是给他笑大声 哈哈哈哈 我非常喜欢这篇小说 人家讲的是歌仔戏 在一个环境里面的没落 那种没落里面悲喜交集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我在自己在寫劇本的時候 一邊寫一邊哭出來 是包工作在下面 陳士美跪在下面受審的時候 小孩子在底下哭 他會說 就是把陳士美下家去餵奶 沒有人家就小生 對我來講 兩個戲都有一個 一種很奇怪的 憂傷 但是又充滿了 生活上面的那種喜趣 所以這一次 我們剛好要演 那明華也要演 我說不然連連做幾會 就一起來吧 就呈現的是一個 台灣某個階段裡面 其實兩種不同的 講行業 很怪怪的 兩種不同的境界 一個是歌仔戲團 一個是平民百姓 這樣的一個故事 綠光劇團與明華原總團 兩大劇團 帶來文學經典 改編作品 押介與散戲 企圖掀起一波 經典文學劇場的風潮 邀請各界支持 好戲傳承 記者臨期會 台北報導 疫情之後觀光旅遊再度成為熱門休閒活動 濃濃日本東北的雪季 很適合深度旅遊 還有義大利朝鮮之旅 充滿神秘色彩的埃及等 道江商職廣社科的高三生 憑著自己的設計常才 以環遊世界為主題 創作出關於熱門景點旅遊的周邊 我們這次整個廣告設計課的必展主題是旅遊觀光的類型 那我們這個組是做日本觀光 那為什麼會做日本觀光呢 其實我們這個觀光景點都是 圍繞在日本宮北的六個縣市 包含山形 岩手 青森 福岡 那主要為什麼 是因為其實台灣人去日本觀光 各部分都是去什麼宮津 金箍 這類的縣市 反而在宮北這個行程 其實沒有人可以去關注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地方 我自己 雖然我沒有實際去過 那但是我有查閱蠻多資料了 發現其實那邊也很美 只是就是真的 而且人真的是觀光客人很少 反而更值得去 就是很好地去深顧旅遊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整個規劃的行程 剛才有二十幾天 就是真的很深顧個 去看索 這個每一個縣市的一個很多地方 我們這次選擇的國家 是以義大利為我們的主題國家 然後我們在設計中 是有參考許多 就是當地的一些歷史跟環境之類的 然後我們去做那個行程上的安排 然後我們的話是 因為當時在查資料的時候 是有發現說 義大利的紅酒其實並不比 其他國家還要來的弱 所以 而且也挺有名的 所以我們將一些義大利的酒莊 融入進我們的旅遊行程中 然後我們在LOGO設計上是選擇是以當地 比較知名的像是比薩斜塔跟 還有那個紅酒的酒瓶去做設計 所以形成了我們現在的那個LOGO 然後我們的標準是 一起是選擇是使用 義大利比較常出現的元素拱門去做設計的 然後我們 一起是因為那個疫情的關係 之前因為疫情 所以那個大部分時間旅遊都是被停擺的 然後現在疫情已經比較好一點 然後可以希望可以大家一起出去旅遊 然後顏色的話是選擇是用那個 這個意大利國旗的紅與綠去做設計的 我們這次的畢業展 2024年的畢業展的主題是 環遊世界 遨游到江 那最主要是在三年疫情以後 我們旅遊產業非常的興盛 因此我們對日本 德國 英國 希臘 還有我們的就是埃及等等 義大利來做我們的就是旅遊產業的產品設計 他們所呈現出來的都是 我們也融合了我們電競 因為電競在電腦上面的設計 還有我們廣告設計組 還有表演設計組 我們都融合在裡面做畢業成果的呈現 那將三年所學 他們都是呈現的非常好的所有的作品 今年的學生他們是做旅遊為主題 然後他們的作品都是自己發揮自己創意的 然後他們都沒有出過國 但是他們都能夠表現得很好 他們說做完這一次的畢業展 好像已經去環遊世界了一樣 他們很開心 有這麼多元化的主題 然後有這麼活潑生動的主題 而且他們在學習中呢 受到指導老師的指導 在編排方面 在色彩的搭配方面 在炒除的設計方面 他們都有很大的成就 我想日後呢 對他們畢業以後呢 往大學再繼續的發展 會有很大的幫助 而且這也是他們的基礎學習 基礎學習到了大學以後呢 就能夠更深一步的進階的學習 稻江商職廣設科歷史悠久 拯救了不少業界專才 這次畢業展 除了秀出高三生的學習成果 也找來傑出校友 分享職場經驗與學科知識活用 我覺得稻江的廣告設計科 讓我學習到如何裝扮自己 還有包裝自己 還有創造未來人生的無限可能 我從在稻江拿到了台語歌唱比賽的第一名開始 我就一路拿著麥克風拿到了現在 我覺得稻江給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份自信 所以我非常感謝稻江商職 我目前是開個人工作室 然後就是在做私宅教學 那可能是興趣的 也有可能是比賽的 就是很初階到非常高階的一個課程都有 那所以到現在如果說是比賽的話 以一個老師的身份 就是我也必須要去一直往前進 累積更多的經驗 就是你不說得了一次獎 還是比過一次賽 你就是在原地 你必須一直跟上時代 然後讓自己的技術不斷推進跟上潮流 所以其實在稻江的時候 我就有參加很多比賽 比如說花燈比賽 比如說學生美展繪畫比賽 那其實從那個時候學校給我建立的一個比賽的心態 然後時間上面的規劃 還有就是我那個時候所學 比如說我在歷史藝術史課本上面看到的藝術家的作品 然後還有就是我畢業展那一年我記得我做的是原住民的主題 對於我未來有非常大的影響 因為其實在我未來比賽 我人生四次比賽當中 有一次就是有關係到 複科的就是藝術家的作品 然後去做一個創作的比賽 然後有得到金獎 廣社科分設計組及電競組 不僅在電競各項比賽上名列前茅 在廣告設計上也能設計與製作出作品 畢業後他們將有設計知識與電競兩個專才 多元發展可以說是道疆商職廣社科的一大特色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動感熱舞表演展現運動的利於美 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將在明年5月份舉辦 相關籌備工作也如火如土展開 台北市政府與新北市政府正式對外招募賽會 所需一萬兩千名志工 第一波已累計3600位志工投入賽會服務 台北市副市長林毅華與新北市副秘書長龔雅文 也手拿市狀運吉祥木娃娃 號召民眾加入志工行列 由於在疫情沒有舉辦市狀運 那這次呢很特別又是剛剛主持人講到是第一次在亞洲國家舉辦 我們要不要把它辦好 一定要因為第一次在亞洲喔 所以呢我們一定要讓市狀運在亞洲的國家 讓大家看到我們雙北的能量 而這個部分就要非常感謝 因為其志工就是一個活動舉辦能否成功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 在過去其雙北辦過各種的運動賽事都是靠大家幫忙 不然從廳澳 從市大運 甚至呢花博 那反正新北辦全國運等等 各式各樣的運動賽事活動都是靠志工 那這次因為非常大量的來自國外的朋友 所以我們這次不只是需要場館志工 也需要行政志工 也需要語言志工 所以我們總共需要一萬兩千最少 最少最少要一萬兩千位志工 那今天呢其實到目前為止 蜀恩局長跟我講說 我們招募志工已經也達三千七百位左右 所以希望能夠在很快的時間 在今天啟動招募 我們很快就可以達標 那我們已經充滿能量了 這給大家看 但我們之後會有一個正式的一個吉祥物 我們的 那非常非常可愛 但這還是一個第一支我們還在改良中 還在改良中 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北字 那兩個顏色就代表雙北了 所以我們再來從今天開始一波接一波 會有很多的活動 也希望市民共同的響應 那實際上在雙北的一個團隊 這樣的合作目的地裡面 我們非常有信心 可以在明年的市狀運上面帶給大家 真的不只是在賽事的各項的安排 我們結合了觀光文化還有國際交流 那上次在上禮拜 侯市長特別講說我們這個吉祥物啊 他沒有告訴大家什麼名稱 剛剛一華步驟有講 我們要稍微賣個關子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顏色 有藍色跟有一個非常好喜的一個粉紅色 那其他代表什麼 藍色我們自己解讀了 包括我們今天的衣服 它代表什麼 活力還有健康 那粉紅色帶有什麼 熱情 這個部分 也如同我們要用我們的熱情來邀請來自於世界各地 那我們預期 我們希望能夠邀請到超過110個國家 預期也超過應該有4萬的參與 那但是這件事情真的 如同我們今天志工的啟動一樣 我們在所有的賽事跟活動裡面 其實在所有的一個場合裡面 除了我們參與活動的選手以外 最美麗的身影一定是我們所有的志工朋友 所以我們需要大家共同一起來參與喔 那而且實際上透過我們的志工朋友 其實可以達成我們更多 其實在競技場上面以外的一個友誼的一個連結 所以真的是需要靠大家一起來幫忙 社會局長姚淑溫表示 志工服務將分為場館行政及語言三類服務 以30人以上志工團隊團體報名為優先 個人也可以透過台北市志工管理整合平台 線上報名 我們這一次是來自於國際的下一次 所以在語言的志工的部分 其實需求是很多元的 那除了一般我們可能理解的英文之外的話 包含畫文德文 或是其他相關的一個列別的一個語系的話 我們都歡迎來參加報名我們的語言志工 我們在這一次的活動裡面 我們希望至少招募一萬兩千位的一個志工 所以呢在這個過程當中上 我們希望能夠越多越好 那我們從現在開始到我們十月為止 如果重始超過之後 我們還是希望我們志工的力量能夠越來越強大 只要年滿16歲 不論是學生或社會人士都歡迎報名 串聯各路英雄好漢 心懷勢壯運 投身志工服務 共同成就一個友善賽會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 我是醫生 但不是你常見的那種醫生 我的治療對象是整個城市的污水管 走遍城市角落 照顧城市污水管線 和我的夥伴們365天 24小時不間斷的輪班 為大家帶來便利的生活 努力奮鬥著 台北交通安心行 改變要一起才行 改善道路及耗製 守護行人安全 機車退出騎樓 暢通人行道 加強執法 路口不停讓行人擴大取締 一起努力 讓台北市路口風景更美麗 台北有你 交通安心行 由基隆市首創 與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 合作的學習課程 參與的30位高中學子順利結業 市長謝國良親自頒發 結業證書與紀念外套 學子們開心分享學習心得 因為我們也已經高二 甚至是高三了 所以這也會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也可以讓我們 期待不久的將來 就可以享受在學習歷程裡面 我相信會是一個很大的加分 那最後我是很想感謝一下 那個就是我們 善校長有幫我 讓我知道了 有這麼一個機會 可以參加這個課程 那最後當然也要感謝基隆師傅 有為我們爭取到一個 可以與伯克來大學合作的機會 老師會用提問的方式 讓我們更了解這個課程 在精進這個拍程的能力 而且在跟大家一起同時 學習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也認識了很多的同學 所以這個來說是 對我來說是個很好的機會 我學習的都蠻多的東西 因為教授他每次問問題都 他每次都教得很詳細 而且他每次講完一個觀念之後 他都會講 所以會有某一個問題 讓我們可以去了解 就是去思考那個問題 然後就是因為我之前沒有接觸過 其實沒有接觸過派生 但是在老師的基金主要下 就是學會了很多的東西 然後就是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可以 就是有那個學歷地生 因為我要去升級中國的學生 他們其實在學歷地生的那個 分數占比其實挺壯的 所以就是 感謝有這支寶貝的機會 這個是很難得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務必要把這個機會 轉換成很好的量能動能 讓各位同學都進入到 優秀頂尖的國內外大學 我想大家今天能夠從UC Berkeley 都領到一份這麼難得的證書 就證明了你們是最棒的 You're the best 然後你們真的是一群這個 佼佼子 這個你們不只是基隆的佼佼子 你們甚至以後會是台灣這些 青年學生的佼佼子 所以我對你們未來也 充滿了期望 未來大家在申請大學的過程中 我會跟教育處 跟在座的這六位校長 通力合作 讓各位 儘量能夠按照自己 所想 所預期的 進到好的大學 我希望從現在開始 跟大家 繼續保持聯絡 那只要我們能夠為大家而做 不管是進入大學 或者是其他的事物 我們市府 跟教育處 跟我相信在座這幾位溫暖的校長 大家都會全力以赴 市長謝國良表示 將持續引進優質的教育學習資源 打造基隆教育特色 讓更多孩子選擇在地高中來就讀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大白天 土地銀行正兵分行 拉下鐵捲門 沒有營業 但裡頭的人忙進忙出 辦公室桌上電腦全都搬空 號碼排機器暫停使用 而櫃台前也貼出 正兵分行將要裁測暫停營業 中正路上車來車往 吊車將10米長的銀行招牌 緩緩卸下 看在已經服務20年的保全眼裡 相當不捨 而房東也特別前來 似乎在送行 房東說 土地銀行正兵分行一租就是37年 房客和房東就像一家人 早期就是很熱鬧啊 人員也很多啊 對啊 現在就是可能 可能現在越來越 這邊可能比較沒人 對啊 我愛死不得他們離開啊 住了太 34點了 有感情的他們都很好 對啊 早期有那個彰化銀行 還有合作庫 還有一人的二姓 我們土地銀行 還有一二四五間 漁業很好的時候啊 但是漁業很發展 現在都弄沒了 都沒抓都沒掉 正兵漁港 城市金融最繁榮的漁港 當年人潮鼎盛 金流頻繁 吸引許多金融機構前來註點 但隨著漁業經濟沒落 榮景不在 土地銀行日前貼出公告 正兵分行將在3月25日裁冊 走入歷史 在我後方的土地銀行 是位在基隆市的一個正兵地區 那我想今天是他營運的一個最後一日 那接下來要進行猜測 那我想過去正兵地區 讓人家最知名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地方的一個漁業經濟 跟漁業文化 然而隨著漁業的一個 傳統產業的一個沒落 在這邊的一個銀行 漸漸一間一間的收起來了 過去其實在集盛時期 這邊就有四家的銀行 坐落在這個場域 其實就足以代表 這個過去漁業對於基隆 以及這個區域來講的話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經濟指標 那今天來說下來 其實我們在地方的居民 都感到非常的可惜 然而這也是代表著 我們基隆正兵地區 整體的一個產業 現在也面臨到 轉型的一個困境 所以在這邊 我們也從跟市政府一起來 推動說 如何把這個區域的產業 能夠重新再造 土地銀行裁測正兵分行 顧客未來要辦理業務 只能到市區的一路總行 有些不方便之外 隨著銀行卸下招牌 居民和顧客相當不捨 也象征見證了正兵漁港 新衰的歷史 記者黃紹明就報導 拿出鋁棍 順到就一回收桶裡 順利將塑膠袋勾起來 因為裡面裝的不只有衣服 還有一卷現金 這名老公會這麼著急 原來是在整理衣服時 勿把一袋就衣服丟到回收箱 沒想到老婆在衣服裡 藏了一萬元的生活費 卻被她丟到就衣回收箱 擔心會被愛罵 第一時間不敢坦承 早上里長幫忙 在家裡的人 借沙很多都放在房間 我看整間 好像亂張工 看到每個人都說 結果 我今天想 我早上 早上我煩惱到家裡不滾 我們媽媽早上也沒什麼 我就早上去想 早上找離長 要找離長 跟董事 離長幫忙聯絡回收公司 但恰巧業者不在基隆 離長只能夠土髮煉綱 用鋁棒勾撈 終於撈到這一袋就衣服 順利找回一萬元的生活費 拿出來的時候 他放的衣服就是像這樣一萬塊 捲在一起用橡皮筋綁著 變成這樣捲的 對 旁邊他爬頂上去找他腳底 我才知道 他說把家裡的生活費都在那裡 只剩四個 沒關係 如果找回來就好了 找回來 可以看他不要再加點 他早上不是把他點下來嗎 要兩點多錢 捲衣服差點變成捲錢 好在最後有離長幫忙 才讓一萬元失而復得 但老翁下回 再也不敢主動幫老婆整理衣服 記者黃燒明報導 每到假日安樂區基金路段 就因為往新北市萬里金山觀光旅遊的車潮 造成塞車成為大型停車場 嚴重影響安樂區大五輪地區 三萬人口的進出交通以及生活品質 因此傳出中央已經通過台六十二線延伸到萬里金山路線的可行性評估 立委林佩祥非常重視 因此在立法院國事論壇上 雖然肯定中央政府辨明的交通措施 但是也提出建議希望中央要一併興建國道三號 設置高架引道銜接台六十二線西向快速道路 簡單來說就是希望未來往萬里金山的車輛 可以利用這條高架引道避開通過安樂區的基金路段 直接到萬里金山 才能有效紓解目前每到假日就塞在基金路段的情況 根據新聞媒體報導 台六十二線快速道路的新閘道終點是在新北市萬里區 據說建設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減低假日時到金山萬里流完的旅客塞車狀況 但以本席居住在基隆市安樂區多年的經驗 我認為在台六十二線的延伸工程實施之時 必務必要建置本席於上個月院會質詢時所提出的國道三號設置高架引道銜接台六十二線西向的快速道路 因為目前雖然在地圖上國道三號與台六十二號是有交集點的 也有引道來連接兩條主要道路 但是卻只有東向開往九份地區的引道 並沒有一條西向往台六十二線安樂端的引道 因此造成假日旅遊車潮都是往國道三號基金交流道下高速公路 並由市區道路前往金山萬里地區 因此與在大五輪地區居住的三萬位基隆市民在週末的作息造成交通動線上的嚴重衝突 這是本席身為土生土長的基隆人並自行開車往返台北通勤多年的自身經驗 基於以上理由為了能夠有效的疏解假日金山萬里地帶的篩車困境 並促進此工程的目的之促進我們的區域經濟發展 本席強烈建議在台六十二線快速道路延伸至萬里的工程規劃中 務必要將國道三號連接台六十二線西向的道路做出高價引道連結 不然將無法有效的把假日行駛在國道三號的車流引入台六十二線是金山萬里地區 最後花費了估計兩百五十億以上的公帑 卻無法達到疏解交通擁捨的目的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次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搭一趟捷运 每月减碳10公斤 绑丁悠悠卡 开始我的减碳存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